不少人曾记得小说达芬奇密码中的玫瑰线 其实这是真实存在的一条经线 它穿过巴黎天文台 是由法国天文学家 同时也是法国第25任总理 弗朗索瓦阿拉戈于1804年至1809年主持策定的 比英国格林尼治子武县还早了42年 在1884年与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本出子武县大会上 投票选出格林尼治子武县为本出子武县 法国代表弃权 并坚持使用巴黎子武县作为精度起点 直至1911年才同意使用格林尼治子武县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巴黎找到很多关于巴黎子武县的地理标志 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都能找到标示着Arago的135枚黄铜牌 以此纪念测定巴黎子武县的天文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 除此之外 正如小说达芬奇密码中所说 玫瑰线真的穿过圣旭尔比斯教堂 但圣碑是否存在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请大家点赞收藏转发一键三连 关注欧式大餐 每天和我们一起品味法国畅聊欧洲 请不吝点赞收藏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